安倍今天去到洛杉磯 中午12點參加在洛日裔商會舉辦的午餐會 南加華人團體近千人 來到安倍參加午餐會的酒店門外進行抗議 同時還有很多韓裔和日裔人士要求安倍晉三 就二戰侵華和對南韓慰安婦犯下的罪行正式道歉 今天上午在洛杉磯市中心的Pershing Square 大量首持飆月和中美兩國國旗的華人團體 聚集於此高叫安倍是騙子和安倍道歉等等的口號 要求日本為侵略戰爭道歉 懲罰否認戰爭罪行的人士 並且重新修改日本教科書中關於移戰歷史的內容 安倍政府為了起政治利益 對二戰不反省不沉思 不考慮怎麼維護現在來自不易的和平 所以我們作為熱愛和平的人 我們要督促日本政府督促安倍去反省去採取措施 維護今日的和平 二戰期間中、韓和其他國家近20萬名婦女被強迫作為日軍的軍紀 各國尤其是南韓一直強烈要求日本首相作出全面而直接的道歉 不過安倍在日前白宮記者會中被問到相關問題的時候 只是表示對慰安婦所遭受的痛苦深感同心 因此今天也有大量的韓裔民眾舉著標語 甚麽抗議要求安倍政府向南韓的慰安婦道歉 他每次都說謊言 不正確 二戰期間 他問過多少人死亡? 你知道嗎? 我們都記住了 在韓裔民眾 大船大船 在海海海海 在海海 差不多265艇 死亡 在早上10點15分左右 抗議者暴行到安倍參加吳親會的酒店門口 繼續進行抗議 經過的民族也都紛紛停下腳步 指示閱讀抗議者手上的標語牌 天安維視記者孟子文 楚恩報導